我們這個課程的大綱就跟我們課程的題目很接近 是怎樣將法政科學友在罪惡的現場 一直到法庭的步驟和需要注意的經過介紹給同學 同學,學者的社會,競技都在內 成績盤的混合,成績盤的狀況 很成績盤的匯率 非常痛快 每個女生都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有些情況他們會知道 到底這件事有多少是可以相信呢 有多少是不可以相信呢 在法庭裏面我們需要有多少證據 才證明到這件事 證明這件事實是不會有一些合理的疑點 整個 forensic 的流程是清晰了很多 之前經常都以為只是在現場拿少許證據 回去驗一下都可以 但原來中間還有很多東西 原來有很多東西 整體感覺就是非常好玩 又開心但又學到東西 之前給我們看的影片 說窗戶寫了很多水袋 也寫中 其實我們經過了CSR這個學習和訓練 之後我們會發覺生活上 很多東西都不是我們看到或以為的一樣 在顯微鏡下面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開掃的感覺 開掃的感覺 真的好像Puzzle Show 開掃的感覺 對 開掃的感覺 對 吃關 對 可以多學一些人體關於人體的東西 好像小骨頭 對 而且平時都很想知道那些人是怎樣拿指紋 然後現在終於做到 我覺得 講了這麼多話 我覺得最後都是要 我覺得CSR真的很值得別人去尊重 可能這個職業不是我們平時會很留意得到 但其實它不是為我們這個社會供應了很多 對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